15次全NBA 12次全军队 4次全军队 所以他们就去过去 名额 北京时间5月16日 奈什尼斯名人堂典礼 正式落下帷幕 加内特、邓肯和科比正式入选名人堂 科比是在今年名人堂典礼上 最后一个发表演讲的 瓦尼沙替夫发表感人的演讲 而乔是科比的引荐人 牵着瓦尼沙的手走上发言台 全程站在一旁陪着她 瓦尼沙身穿紫色连衣裙 脖子上戴着紫色钻石项链 乔丹十分绅士 牵着瓦尼沙的手登上发言台 乔丹身穿云灰色西装 全程站在瓦尼沙身旁 瓦尼沙发表感人演讲 透露科比为何拒绝人羞 甚至经常戴上出战 因为科比不想让那些存钱买票 来看比赛的球迷失望 瓦尼沙演讲完毕之后 乔丹先是拥抱阿尼瓦尼沙 当时乔丹又有些情绪失控 差点又要哭了 然后牵着瓦尼沙走下讲台 现场左右观众高呼科比的名字 胡人官方第一时间恭喜科比入选名人堂 发推称你改变了比赛 你激励了全世界 谢谢你科比 科比 纵肯和加内特三大阿尼布丁民宿一起入选名人堂 其中科比享有独立展厅的特权 成为乔丹之后历史第二人 展厅的布置是瓦尼沙设计的